来吧 老样子 来 求求你了 快点 在老爷的淫威下 吴太太只能顺从地满足老爷特殊品好 为了不再被老爷天天欺负 40岁的吴太太打算找个一太太当被国侠 并打算在自己的寿宴当天宣布消息 中仆不理解吴太太为什么会这样 都40岁了 该做点想做的事了 等到老了 再后悔那就晚了 可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其实吴太太也不知道 寿宴当天 吴太太的闺蜜康太太难产了 性命垂危 明明心里担忧的要死 吴太太还是得先问过老爷的命令 得到老爷的准许才能出门 而老爷一万个不准 今天是吴太太的寿宴 要是吴太太来不及回来参加寿宴 自己的连往哪里隔 吴太太只好说是帕康太太去世 会影响小儿子凤幕定下的娃娃亲 而且距离寿宴还有一大段时间 老爷才勉强同意去 但还是305生吴太太必须早点回来 听着 你敢误息我就不认你 划船的路上 吴太太趁机看了看外面的热闹场景 此时正值1938年 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 可对江南水乡的人们来说并没有什么 听说小日本把冻山上全都占了 也许让他们占够了倒好 能放我们太平 他们绝打不到能源 在这种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下 江南水乡还是那么人文晦翠 一路繁华似锦 黄发垂条 怡然自乐 吴太太因为着急去见闺蜜康太太 不小心摔了一跤 幸好被传教士安德鲁扶住 这一幅也扶起吴太太的一生 40岁的康太太属于高龄产妇 她知道自己的年龄是不能生育的 可生不生不是她能决定的 现在差点要把命搭上了 安德鲁表示自己也是一个医生 可以救康太太 可包括吴太太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许安德鲁进房间 几千年了 就没有男人进产房的道理 安德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但听着产房里越来越着急的声音 安德鲁再也无法压制医者人心 强行闯到房间里展开治疗 眼见是已至此 吴太太也懒得管什么封建规矩 让人配合安德鲁治疗 康太太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距离吴太太的寿宴开戏没多久了 亲朋好友都来得差不多了 可吴太太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 这让老爷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还好这时吴太太出来了 缓解了老爷的面子危机 虽然吴太太还没有得到通知 但事前已经得知消息的男人们 纷纷感叹老爷的命真好 而女人们则感觉吴太太有病吧 大家纷纷问吴太太是怎么考虑的 吴太太只是说老爷需要更好的伺候 吴太太的儿子凤木对此吃之以利 之后大家纷纷恭喜老爷 可以享受起人之福了 老爷生气地质问吴太太 有什么资格为他做决定 老爷没有说话了 在就时代思想的前置下 作为正妻为丈夫取妻 像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而且老太太经常教导吴太太 晚上老爷问吴太太会不会是想放弃她 不再伺候她了 吴太太虽然出身名门 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 也见识过西洋人的一夫一妻 可严苛的礼教 让她恪守着男尊女卑的教条 让她结婚嫁人 生儿育女 四十岁便有三子两孙 孙子都五岁了 吴太太对丈夫说自从十六岁嫁到吴家 她就已经变无选择了 老爷不相信吴太太的话 强迫吴太太再次满足她的特殊癖 尽管吴太太说的 做的都是为了伺候丈夫 但富有学识的她 又无法彻底认同这样的命运 她明确地知道自己不爱丈夫 为她做的一切 包括夫妻间的那些事 都是出于一个女人的顺序 她像其他女人一样 循规蹈矩的活着 可心底朦胧的自我一时 又让她心存困惑 吴家老太爷还在事实赞叹吴太太才华 经常可惜吴太太错生女儿生 但也少不了鞭吃 老太爷常常对吴太太说 女人的脑袋若超过身体 并不是件好事 女人的身体比她的脑筋更重要 因为男人不能容忍妻子的智力超过自己 他们只要女人成为妇庸就好了 吴太太想改变 却不知道怎么改变 最后想到就是找一个悲国侠 于是作为一太太人选的女孩 被挑进家门 她自荷叶绿湖中泛舟而来 浑身都是江南水乡进出的水灵纯粹 提着包裹礼物的小布包 一头扎进吴府这龙坛虎穴 出来吴府 迷路的女孩误闯凤木的别院 女孩躲在门后窥探 殊不知凤木已缓缓凑近 院门突然被打开 失去依靠的女孩 直直地扑入凤木的怀中 吓得女孩一阵惊慌失措 你是谁 你来干什么 是媒婆把我领来的 凤木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可她对这个清秀的女孩有了好感 女孩也觉得这个人不错 可惜两人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 媒婆来带女孩去见吴太太 女孩是被养母卖的 媒婆为五十块钱和吴太太讨价还假半天 吴太太表示看过女孩后再决定嫁口 女孩怯生生地地上作为礼物的鸡蛋 可对于吃惯山珍海味的吴太太 她完全看不上这些鸡蛋 而且她发现女孩居然没有果子 脚还比一般人的大 这么大的一双脚 像个野人 我看她呀 生下来就没穿过鞋子 吴太太有些不赖烦地问女孩叫什么名字 小时候我的养母 她只叫我野丫头 大了 她管我叫赔钱货 吴太太与忠仆相识一言 女孩还是一个可怜人 吴太太想着如果自己能让女孩吃上饱饭 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就算背锅也是对得起她的 当即决定买下女孩 并且给女孩取了一个名字秋名 吴太太忠心期盼着这个新来的秋名 能为自己的丈夫带去明亮的季节 秋名并没有因为有名字而欢喜 一位吞咽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大快朵一的滋味能让她忘记一切 同时也能让她抛却所有 哪怕是顶着一个为他人而生的名字 进入道任他人支配的人生中 这一幕落在窗外目睹全程的凤母眼中 却是无比的痛心 她不忍心本就多灾多难的女孩 再次落入吴府的龙堂虎穴 母亲和父亲那点是她都清楚 只是传统的孝道告诉她 子不言父之国 凤母恳求父亲放秋名一马 甚至搬出法律条文 新法律可不准举余太太 老爷懒得大力凤母的胡言乱语 凤母与康家小姐早已有娃娃亲 未来岳丈因为安德鲁的救命之举 要求凤母读几天杨书的掌掌见识 老爷就让吴太太把她说过的安德鲁喊来 给凤母当家庭教师 上次因为寿宴匆匆一别 吴太太都没有来得及和安德鲁聊聊 看看这个和中国传统男人不一样的安德鲁 而安德鲁也对胆大帮忙治疗的吴太太感兴趣 他们又潜聊了很多话题 吴太太发现西方人在工作这方面 不是很注重男女有别 上帝眼里人人都平等 第二天是秋明过门的日子 吴府里鞭炮齐名 安德鲁以为是凤母结婚的恭喜 却发现凤母面露不悦的说不是她 安德鲁连忙道歉 凤母因为秋明的不幸而不开心 康小姐献殷勤的安慰凤母没事的 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的 对秋明的同情 让凤母内心的好感不断发酵 她不知道秋明其实也是这样的感觉 抬着新娘的花轿椅到了门前 大红喜福 手捧玫瑰 从盖头到红布鞋都是最着目的红色 一个年轻女子最好的青春 就如同这身嫁人时的新衣 亮的刺眼 亮的热恋 身披着最炽热的红衣 走向灰白潦草的婚衣 秋明似乎想找那个给她温暖怀抱的男人 却只看见吴太太那招 充满落寞和满足的脸 红烛跳跃的婚房内 掀下盖头的秋明独自捶泪 直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自己嫁给了可以当父亲的老头 只有吴太太忠仆的神音 才让她确信自己将人生就这样交了出去 婆婆让她不要想太多的 不管不顾的一堂 强撑三五秒 从此之后竟是享乐的富贵日子 话虽说的好听 可事情哪有怎么简单 秋明被迫嫁给心上人的父亲 新婚之夜 他怨恨地抹去脸上的泪水 去解新郎依扣的手不断哆嗦 内心满是痛苦与羞耻 秋明笨拙的姿态让老爷极其不满 魏洞房仙家抱秋明一番 听着屋内的惨叫 吴太太是矛盾的 她独自坐在窗前 一手摇着纸扇 一手捧着书本 寂寥地摇望着天空那弯残月 她既孤独 又似乎终于被解脱 后一层意思 她是无法对人诉说的 因为一个女人逃避 伺候自己的丈夫 是没有尽到本分的行为 但吴太太越来越享受这种孤独 因为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夜晚 江南烟雨朦胧 吴太太去找秋明进行心理辅导 静看与莲闲谈 挽起太太头 一身旗袍的秋明退去了志气与天真 却还有着如小兽般的纯粹 凤木一袭蓝衣悄然出现 就远远地看着 秋明也发现了她 两人的眼神里充满窘迫与逃避 刚见面就互有好感的两人 再见面却是曾经沧海难为首 妈 你早上好 待秋明离去 凤木恳求吴太太能放秋明离开 有点不悲剧 甚至拿洋人举例 也没有得到母亲的认同 第二天 吴太太带安德鲁去陈丰的公共书房 作为她的教书场所 这里也是吴太太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她对于这个书斋最满意的地方 则是因为在这里除了她 旧空无一人 谁也不知道她在做些什么 这里只属于她一个人 在这里她能感觉到自己灵魂犹如放空一般 无比轻松 吴太太和安德鲁聊起读书的事情 当年公共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人只有没有学问才能得到幸福 问问安德鲁是怎么想的 男女仅仅是性别不同 素又不知道读她的人是男是女 吴太太表示安德鲁的想法还真是兴起 这是吓人来报 昨天晚上凤木去张贴先进的革命标语 被以反动的罪名给抓了 吴太太心急如焚地想去救凤木 可是社会注定女人是不能出门的 最后还是安德鲁英雄救美地答应出头 用自己的关系救了凤木 同时获得了凤木和吴太太的认可 安德鲁给凤木讲书日新说 凤木表示自己的家庭也是日新说 奶奶是太阳 父亲是地球 母亲是月亮 自己怎么反抗也拖不开他们的影响 完整的家庭构成了凤木所有的世界 也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矛盾 她是一只挣脱不开影线的风筝 无论是报国的心思 还是一生的婚姻 她终日困幼于高门大户中 享受招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却忍受着不可挽救的腐朽思想 那为什么不走 想 和做 是两码事 关键不是你怎么想的 而是怎么做的 这句话犹如平地惊雷 劈开了凤木困手的世界 为了开拓凤木的眼界 安德鲁带凤木用望远镜看星空 很早就听见安德鲁上课声音的吴太太 也故作不经意路过地来看看星空 凤木将望远镜让给母亲 在安德鲁的帮助下 吴太太看见了星空的浩瀚无垠 猛然惊觉人类的渺小 第二天 吴太太给闺蜜讲起井底之蛙的故事 用昨晚的星空事件 隐喻自己的思想太过于保守了 没有发现以往的看法有很多不对 爱莉 你真有点变啊 吴太太的确变了 她开始主动地拒绝老爷 老爷嫌弃秋明笨手笨脚的 说还是吴太太伺候的舒服 从始至终 女人都只是老爷发泄的工具 吴太太却对老爷的恭维不感兴趣 只是说这样对秋明不公平 她不过是个木偶 买来的木偶怎么会有星有飞 吴太太希望能带秋明一起去听课 监督凤木的学习 其实是吴太太自己想去听课 秋明只是缓解老爷戒心的由头 色欲熏心的老爷连连答应 让吴太太赶紧满足她 但吴太太还是一味拒绝 我已经老了 实在是伺候不动你了 老爷夫妻离去 在安德鲁的课堂上 吴太太与安德鲁一问一答 聊起对方的事件 吴太太问起西方人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人死了 灵魂就自由了 吴太太有点不明就灵 安德鲁反问中国的婚姻 只由家长决定吗 婚姻当然要听命于父母的 婚姻是一种家庭行为 家庭在我们这里是最重要的 一个家庭要祸福相宜 悲喜于共 吴太太跟安德鲁的疑问一答 开拓彼此的视野 彼此都为对方的才学深深折服 吴太太根植在心底的自我意识 在安德鲁的催化下 飞速生长着 她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夜晚当她在闺房独对月色时 脸上的神情 由寄疗变换成向往 有相同经历的还有秋明 秋明记住了外国的男人 都是一夫一妻 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 她更记住了少爷凤幕投来的 联系目光 这天是安德鲁的生日 吴太太他们特意给安德鲁 做了生日真高 看着这一国版生日蛋糕 这让安德鲁充满了感激 七岁以后 再也没有人给她过生日了 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场面 吓人却来抱安德鲁的孤儿院事故 有小孩被困在火场里了 吓得安德鲁急忙去救火 不管不顾地冲进火场救人 不料被倒塌的柱子压倒 而一直充满理智的吴太太 却在这时湿了纸 往身上倒了一桶凉水 不管不顾地冲进火场 去拯救安德鲁 幸好有主角光环 他们有惊无险地逃过火灾 事后忠仆不断地说 吴太太太太冲动了 吴太太虽然解释 那是为了救孩子 可他心里真正想救的是谁 恐怕只有他心里知道了 第二天 吴太太带着礼物去慰问孩子们 说可以先将孤儿院的孩子 安排在吴府别院 安德鲁感谢吴太太 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让握手表示感谢 而吴太太居然违背传统的握手 这让忠仆等人都看傻了眼 由于昨晚都忙着救火 秋明的银坠子丢在了花园 那是他母亲留给他唯一的银 一身淡蓝色旗袍 一把油纸伞就与风度翩翩的凤木相遇 凤木拿出那个银坠子 秋明的眼中满是泪水 凤木将银坠子轻轻放到秋明掌心 告诉秋明 他已经将坏掉的锁破修好 双眸紧紧盯着秋明秀丽的面庞 不断思索这个年轻小骂 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想法 秋明却不忍他在戚风冷雨中 将油纸伞向凤木的方向微微倾斜 凤木地心随着这把伞一同倾斜 他的目光从上至下扫着秋明 凤木绕到秋明的身后 将那串对于秋明而言至关重要的银坠 重新系紧紧紧在他脖子上 秋明满怀眷恋地摸着银坠 高墙之中 屋檐之下 蔓延着如春日新芽一般的季度 老爷在两房太太那里都得不到满足 去逛起了花楼的日日不着家 老太太指责吴太太没有管好这个家 吴太太平淡地说知道了 秋明摸着自己的银坠子 凤木悄悄地偷窥着秋明 吴家花园里暗流涌动 每个人都在十字路口彷徨和抉择着 今天是镇上的通电仪式 吴太太想要叫上一家人同学 一家人除了逛花楼的老爷都去了 看着为庆祝通电特意举办的京剧梁柱表演 台上的演员身段漂亮 唱腔华美 安德鲁不解梁柱意思 母亲便给安德鲁讲解戏剧的意思 他们是如何爱而不得的 而凤木也给秋明一句句讲解 秋明逃避地说我懂 凤木表示你不懂 台上演着梁柱的七美故事 台下的人也在借唱词表达着自己的情思 一字一句之间既是古人的浪漫情思 也是当今只敢对月说出口的话 在黑夜与人潮顶沸 终于不害怕将爱意素质于口 必取终了 大家再度戴上自己的面具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 安德鲁邀请三人来听西方的梁柱故事 悲怆的歌喉让众人含泪愤怒 为什么爱情都是悲剧 爱情是罪恶 爱绝不是罪恶 那是人类最美的情感 吴太太嘴巴张张和和 却不知道该怎么反对 房里发生的对白惊是害死 全叫窗外的老爷听了曲 他下令让安德鲁带着孤儿院滚出去 事已至此 凤木打开天窗说亮话 让老爷放秋明离开 这忤逆的行为把老爷气得够强 扬言要把凤木赶出家门 一桩悲剧也拉开序幕 儿子和小妈半夜撕毁 却不料被儿子亲妈撞见 吴太太直接给秋明一巴掌 吴太太生气地离开 而秋明似乎也发觉 她的恋爱是不对的 他们出向十遍一见钟情 二人之间欲说还休的推达与暧昧 烟雨朦胧中含蓄婉转的爱 一条简单的云坠 就是深深庭院中波涛汹涌的爱 秋明未能给这个家族带来明亮的秋天 却成为了凤木潮湿生活中 最明媚清新的色彩 她不顾一切地想要把秋明 从这场泥沼中拯救出来 但父亲对她的理论不屑一顾 母亲对她的哀求置之不理 他们只能用银坠子来传递思念 在这方窒息天地 得到最后的那点慰藉与爱 凤木的一生生二妈 已经斩断她与秋明的缘分 绝望的秋明去问安德鲁 她曾经说人死了 灵魂就会获得自由是真的吗 安德鲁没有深思地说是的 得到答案的秋明默默回到房中 退下锦衣华服 穿回刚来的粗骨麻衣 上吊自尽了 还好下人及时发现呼救 赶来的安德鲁帮秋明人工呼吸 秋明才幸运地没有香消玉蕴 但她的资金并没有玉蕴 安德鲁恳求吴太太放秋明走 吴太太表示绝对不可能 如果放秋明走 她怎么给家人以及外人交代 而且自己还给秋明锦衣一时的生活 秋明居然恬不知耻地背叛这个家 他是你买的 被戳到痛脚的吴太太开始反驳 安德鲁根本什么都不懂 每天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一样 她这么闲 为什么不去救救自己的祖国 吴太太揭开安德鲁许多的伤疤 最终安德鲁走了 吴太太一个人哭得气不成声 他们不一样 吴太太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可很快吴太太就冷静下来 她开始故地重游 思考安德鲁说过的那些话 自己到底背负了什么 背负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 而安德鲁思考后 发现美国那套或许不适合中国 学吴太太给孩子们讲述井底之蛙的故事 说着自己的知识浅薄 这是吴太太找上门来 她要反抗那些旧的思想了 最终在安德鲁的安排下 秋明拿着吴太太给予的大笔路费 离开了江南 回来时 大雨将两人淋成落汤姬 吴太太的脚还不小心烂了 安德鲁急忙将吴太太抱到茅草屋躲雨 在大雨中的草屋里 吴太太和安德鲁拥抱了 当安德鲁吻她时 她突然痛哭不已 作为一个结婚24年 生养了三个孩子的女人 这是她第一次品尝到爱的滋味 她带着满面泪痕 主动抱住了安德鲁 感受着身心合一的强烈激情 可惜两人的爱情 很快就被凤母发现了 对于这违背伦理刚常的爱情 凤母选择离家出走来逃避 吴太太恳求凤母能原谅她 凤母反问母亲要怎么原谅 她无法接受母亲买秋明给父亲糟蹋 无法接受母亲把秋明逼道上吊 无法接受母亲让父亲流连烟花之地 更无法接受母亲居然和老师在一起了 每一句话都把吴太太打击得体无完肤 吴太太想让凤母听她解释 吴太太终于放下了那个被困在礼教中的自己 她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 其实她只是做回了心底那个 曾经彷徨过的自己 丈夫的权威 公共婆婆的警告都一远去 她复活了那个勇敢赤裂的自我 冲破了旧日的牢笼 她不仅仅是吴太太 她更是那个叫爱莲的仙活女子 吴太太的幡然醒悟没有留住凤母 她跟安德鲁提出道别 说自己北上去参加新四军 安德鲁让她可以先去无息找秋明 其实两人都知道 凤母的特意告别还是因为吴太太 不过他们都默契的都没有开口 把决定权交给吴太太 可惜吴太太还没有决定好 小鬼子就已经打进江南了 优美的江南古镇陷入小鬼子的炮火之中 老爷催促吴太太赶紧跟她走 吴太太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了 这是荒诞的一幕出现 一向高高在上的老爷 突然雨带哽咽地说 夫全的威风凛凛 在这一刻轰然坦塌 一个被条条框框支撑起来的大山 在灾难面前 成了沙上的城堡 风一吹就散了 吴太太在炮火中 寻找着安德鲁 就像安德鲁不顾安危 跑回来寻找她一样 这一对中年男女 全然沉浸在崇高望我的爱情里 可惜安德鲁为了掩护小女孩逃跑 死在小鬼子的手里 第二天 劫后余生的小女孩 将一个十字架交给吴太太 这是安德鲁嘱托的 如果小女孩能成功活下去 就帮她把十字架转交 吴太太在满目疮痍的城里 找到了安德鲁的衣品 失声痛哭 时间一转眼来到三年后 凤幕与秋明都投身于革命 穿着一袭军装出现在阳光底下 吴太太继承安德鲁建立孤儿院的工作 她给抚养了一个孩子取名叫自由 象征他们的梦想与结局 微风中 安德鲁似乎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轻轻拥抱着她 两个心永恒的连接在一起 就像凤幕和秋明一样 本片名为庭院里的女人 一座身宅大院从外看是气派豪华 那里却都是一个又一个人的青春 无数人的美好年华与珍贵感情 就在这重重屋檐中 被消耗成了一团枯木 不被重视的心声 不被拯救的卑微 不被认同的理想 成为一团紧密缠绕的线 牵绊着每一个人向外出走的脚步 传统的女性 约束她们的除了男权 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束缚 她们不需要一技之长 更多是要让她们学会礼仪 真洁 孝道 贤惠 看似美好的品质 都是单向对男权的义务与责任 她们在家庭的地位 并不是通过独立的人格来体现 而是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与孩子 吴太太活了40年 才懂得了儿子对秋明的那种感情 这何尝不是封建社会里的悲剧 不得不听信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嫁给不爱之人 如果不是遇见安德鲁 吴太太可能一生都无法遇见真爱和自由 实际上 吴太太与安德鲁的爱情 更像纯粹的精神吸引和精神仰慕 安德鲁给吴太太和秋明 带来的自由 平等 爱的精神境界 催化了她们追求自由 解放天性 想要实现自我价值与魅力的意识决心 女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 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是选择忠于自己内心的永恒真爱和自由 还是选择臣服于男人之下 但幸福和自由从来 都是只能靠自己争取的